內地兒童服飾品牌博士華 上個月中因為帳目問題 核素斯突然辭職 令到股價跳崖式大跌超過3成 監管機構介入下停牌 為民企風暴揭開序幕 而過去半個月 多間民企包括保資、稅保百貨 奧休、大慶雨孽也都相繼爆煲 有散戶對民企信心盡失 真相訂貨離場 他跌得這麼多 突然停牌呢 你會有這個顧慮 既然有錢賺應該是獲利 民企有人看不通他 他很多民企都是新的 到底好不好不知道 通常我們買股票都會實地看到他本身的投資 他在大陸知道這些東西就不是這麼清晰 都是不買他好過買 有學者指出 接連有民企的帳目出現問題 暴露了民企在管治的漏洞 亦凸顯了本港的監管機構 對內地企業的規範不足 可能如果你說香港上市公司要求 例如他最近五年的業績 他的業務怎樣 還有他賺不賺錢 其實這些可以數據上 在會計上其實撿得很正都可以 但一上市之後 因為始終一間公司不是在香港 你那個監管和公司的表現 其實香港聯交所 甚至香港的投資者 是無從可以根據的 所以要不就是把這些公司有所謂的風險評估 這個風險評估也很可能要公開 他建議港交所 不時要派人抽查民企的帳目 確保公司運作正常 你巨威提醒投資者 要了解內地民企的資金來源和營運方式並不容易 買民企股有如投機 投資者要注意風險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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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